欢迎来到静转全球 我是陈元淳 商用不断产危机持续扩散全球 尤其美国的情况持续恶化 连财政部长叶伦也开始感到忧心 引爆了小型银行股新一波卖压 而在其他地方继德国跟日本之后 南韩现在也传出灾情 南韩三大金融业者 有利金融集团 未来资产正确 还有JB金融集团 最近不约而同的宣布 要提列高额的准备金 来因应不动产景气疲弱 可能带来的损失 这金额全部加起来 可是超过了7400亿韩元 换算成台币大约175亿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南韩不少金融业者都到海外 大举投资不动产 包括简称CR1的商用不动产 监管当局去年底曾经警告 如果这些投资出了差错 那么恐怕会带来危险 结果才过没有多久 业者纷纷示警 可能出现重大的损失 让人不禁担心 南韩金融体系 是不是有危险了呢 刚刚提到的 这三家金融业者 提列最多准备金的 是有利金融集团 去年第四季 他们提列了高达 5200多亿韩元 另外一家 未来资产证券 准备了900亿 其中超过一半 涉及到南韩一家 最近陷入困境的建商 JB金融集团 也提列超过千亿韩元 加起来总金额 来到了7413亿韩元 至于美国在周日 传出了两个 关于商用不动产的利空 首先是财政部长叶伦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 利率上升等因素 确实让他感到担忧 他认为一些机构 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消息则是 信贫机构目的 一口气 把纽约社区银行 信贫砍到垃圾级 在投资人的恐惧 持续升高之下 纽约社区银行股价 表现持续疲弱 星期二再度下杀 超过两成 累计短短一个礼拜 就已经跌掉了 将近60% 也就是画面上 你看到最后这一段 直线下烧的部分 纽约社区银行股价 周二中厂 收在4.2美元 创下了1997年 也就是27年来的 最低记录 拖累了其他 区域性银行的股价 也跟着跳水 另外一个要密切关注的 就是中港股市了 北京不彻底解决 经济基本面问题 只透过小规模 零散的刺激 能发挥多大支撑股市的作用 全世界都在看 上一次降准力多 至少维持了两三天 中央汇金国家队 这次进场脱市 结果港股只出现一日行情 中国A股恐怕也只能 先勉强地撑完兔年 龙年会不会继续龙困浅滩 没有人有把握 而每年都会依照生肖跟五行 预测港股新年走势的 里昂证券 看好下半年 7月之后 港股有机会抬头 飞龙在天 但是在那之前 上半年 恐怕还是潜龙在渊 尤其三四月间 会进入全年的最低潮 意味着现在恐怕还没有真正落底 中国股市兔年封关倒数 官方再次出手护盘 连续发生注入了强心针 7号A股三大指数继续起涨 上阵指数深圳成指 以及创业板指 早盘再涨超过百分之一 盘面上房地产减肥药概念等板块 涨幅居前 自贸板块跌幅靠前 由于中国股市到2月9号才修饰 多重利好消息助攻之下 有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会持续反弹 但依旧不是买入的时机 股市迎来翻转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中国证监会出手 表示发现了多起恶意做空案件 不法获利规模高达2.7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11.9亿 同时警告要让造假者 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检查机关将会坚持零容忍要求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9月去黑龙江考察时 首次提到一个新词汇 叫做新值生产力 意思是要推动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以及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发展 有专家认为习近平实际上 只是在掉书袋 没办法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 有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将听取监管机构 有关金融市场的简报 图现北京当局对救市的急迫性 似乎也加快了股市反弹的力度 新闻旅证朱嘉宁报道 年假期间你打算待在家里面追剧吗 如果有追韩剧 应该知道去年很红的 无人岛的迪瓦 迪瓦这个英文字指的是大明星 而中国这几年流行起 让明星们四处旅行 体验各地风土人情的慢纵意 彭博专栏作家任淑丽 最近观察到中国很多年轻人 开始跟着这些迪瓦上路了 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年轻人的旅行 透露着一股对大环境的无奈 因为中国正处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不景气 不再像从前一样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 很多年轻人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 想卷卷不动 想躺也躺不平 让很多人自嘲自己是四十五度青年 于是不少人利用这段直液空白期 展开了穷游 中国消费降级 物价通货紧缩 也正好迎合了这股潮流 中国在意后兴起的夜市经济 或是三冬资博 因为廉价烧烤变成了打卡胜地 都跟这股趋势脱不了关系 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办了四十年 今年突然变得盛况空前 原因也一样 同时还有越来越多人在大城市过得不如意 选择远离繁华 去有风的地方躺平 像是被戏称大理福尼亚的云南大理 这些现象都成了中国经济倒退的缩影 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七成 但是在中国只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中国官方一直提倡内需大循环 希望消费可以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帮助经济再平衡 但是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指出 要实现经济再平衡 中国GDP的消费占比 估计要再增加至少十个百分点 但不管你是从生产者物价指数 或是最新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中国的通缩阴霾短时间之内 恐怕是挥之不去的 反应消费需求异常低迷 想借由扩大消费来挽救中国经济 无疑会是个缓不济及的方法 另外一个通膨指标 GDP评减指数就是比较 明目GDP跟实质GDP 所得出更全面的商品 还有服务价格变动 也已经连续三季负成长了 而且彭博经济学家预估 这个评减指数 至少未来两季 仍将继续负成长 这代表中国正面临 1999年以来 也就是25年来 最严重的通货紧缩 中共想救经济 恐怕不能再回避 直接刺激消费的做法 但是习近平政府似乎认为 提供现金补贴 或者是提高社会福利 会让人民变得懒惰 中国社会缺乏基本经济保障 如果努力打拼 还换不回更好的生活 那么不能怪民众的 消费信心低落 根据知名求职平台 致联招聘调查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白领员工 有44%认为 去年的薪水增加 这个比例感觉不错 但是实际上远低于疫情前 而且大概32%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 白领员工表示 去年的薪水变少了 这个比率是至少6年来最高 只有19%的人说 他们的薪水是稳定的 这脱险企业 因为经济不景气 让白领工作的 减薪浪潮扩散 白领工作通常集中在城市里 薪水变少 日子难过 或许也呼应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 选择返乡 或者是离开大城市生活 中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 开始精打细算 缩一节时 这也反映在旅游选择上 画面上你看到 这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国际航班的载客量变化 在2020年一起爆发 断崖式的直线下滑之后 去年开始是有了起色的 但是还是只有 疫情前的六成不到 相信之下 中国国内航班的载客量 过去几年 虽然波动剧烈 但是来看看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已经超越了疫情前的水准 经济恶化 人民币贬值 跟出国机票变贵 明显为中国的境内旅游热潮 推破阻拦 但没钱有没钱的玩法 年轻人无疑是最适应 穷游风潮的一个群体 2024年元旦的三天假期 来看看中国国内旅游人次 年增超过1.5倍 西元2000年后出生的00后 在初游人次中来到了33% 跟90后的占比相当 两个群体加起来 总共占了66% 这意味着34岁以下的年轻人 成了中国这波 本土旅游热潮的主力军 比他们年长一些的80后 在元旦初游潮中 这个占比是来到了两成 其他年龄层只占了一成左右 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消费力 虽然假期出有人次大增 整体消费却依然看淡 这让中国经济前景看来不妙 经济学而指出 2024年龙年将成为 中国经济的关键之年 在拓年复苏弹跳失败之后 接下来能不能避免落入 负债跟通缩的恶性螺旋 将决定中国是就此衰落 或者是能翻身再起 不过我们从几个观察点来看 一个是地产巨波很大 挣扎了两年多 仍然逃不过破产清算 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官方大动作救世 但中港股依旧预证乏力 这似乎预告了 中国缔造的经济奇迹 走向末路 1992年的上海 有人一夜抱负 有人半日归零 由王家卫指导 胡歌主演的中国电视剧《繁花》 新年一史就掀起话题 剧中还原1990年代 中国经济起飞 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氛围 让许多人神往不已 但惊喜对照 中国改革开放后 高速成长绽放的繁花 却一朵朵落土凋零 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最大限度保护了 人民生命安全 2023年初 中共宣布抗议胜利 匆匆解封 但中国经济似乎没有 从清零风控的噩梦中醒来 期待中的强劲复苏 迟迟没发生 甚至随着房市危机恶化 种种基本面问题 更无所遁形 比起1990年代 萌芽的中国股市 同时期的城镇住房 私有化改革 其实才是中国史上 最大财富转移潮的推手 城市居民摆脱破旧的集体宿舍 伴随房价飞涨 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也造就2000年以来 中国无处不在大兴土木的 营建热潮 使房地产业成为 中国经济最大支柱 但二三十年过去 这根支柱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压垮中国经济 房地产业没有逃过中共治理下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经济魔咒 2020年中央祭出三条红线后 小地产商纷纷倒闭 大地产商接连爆发财务危机 无数工程烂尾 大批工人失业 地方财政依赖甚深的土地经济 随之崩溃 投资信心 消费信心 更是一蹶不振 推倒房市的第一张骨牌 恒大集团苦苦挣扎两年多 一月遭香港法院下令 强制破产清算 但中国的经济风暴 远未止歇 房屋资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 百分之七十 有房一向被视为 最大的经济保障 但房市泡沫破灭 将无数新生的中国中产家庭 打回了原形 使中国面临四分之一个世纪来 最严重的通货紧缩 让习近平的共赴梦 向共平沉沦 外资撤离 内资外逃 中国股市连跌三年 港股更连跌四年 从2018年初高点腰斩 即使中国人民银行 开年突袭降准良骂 也难以力挽狂澜 中国如今面临如何拆解 地方债务炸弹 摆脱通缩压力 以及人口萎缩速度 超乎预期的人口结构 恶化等挑战 房市崩溃引发的债务违约 银行坏账 和资产市场震荡 一连串金融风险 也不容轻忽 但习近平越强调金融监管 市场似乎越担心 金融业将布上房地产 网路科技或教育产业的后尘 2024年 将是考验中国经济的关键之年 能不能摆脱债务和通缩 相互加成的死亡螺旋 信心将是一大关键 但中共以意识形态和统治利益 为优先的经济治理模式 让全球企业和投资人 不再相信中国前景无限 习近平越致力于巩固个人权力 他口口声声伟大的中国 距离超越美国成为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大梦 也越加遥远 近新闻刘立真 沈俊贤报导 农天市场另外一大焦点是日本 企业获利良好 如果进而带动薪资上涨 那么距离战胜通缩就不远了 丰田汽车上级业绩超越预期 顺势调高了全年度猜测 任天堂也在Switch游戏机热卖之下 调高年度获利目标 丰田6号公布会计年度第三季竞力 和去年度同期相比大幅增加86% 超过一兆3600亿日元 折合新台币约2900亿元 因日元弱势和油电户和动力车 大受欢迎 丰田年度前三季在所有地区 销售成绩都相当亮眼 丰田对于销售能力颇有信心 将年度尽力预估从原本的 3兆9500亿日元 上调到4兆5000亿日元 而在6号收盘市值更是来到51兆日元 成为第一家超过50兆日元的日本企业 同样受惠于日元贬值的企业 还有这一家 日本电玩游戏公司任天堂所推出的游戏主机 Switch销售稳健 加上任天堂近期发表一系列热门游戏 更延续了Switch热度不衰的好成绩 对此任天堂也宣布调高年度尽力预测 从之前的4200亿日元 调至4400亿日元 任天堂的Switch步入第八年 外界推测可能会有新型主机即将问世 不过任天堂依旧首口如瓶 不愿多谈 相信新产品推出后 又能再刺激销售大涨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遥遥领先 但是华府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裁定他不再享有总统豁免权 可能使他的竞选之路面临波折 支持者喊得极昂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初选 一连拿下几个州 让他与白宫的距离又耿进一步 但联邦上诉法院六号这几震撼弹 恐怕让川普的竞选之路风云变色 法院认证身为前总统的川普 并不享有豁免权 让他后续一连串官司可能出现变化 2021年川普被指控煽动支持者闯入国会 再次角逐总统引发各界踏伐 陆续几周的最高法院以川普叛乱 谋反为由 不得出任民选官员 要禁止将川普列入总统出选选票 才让川普一撞告向法院 川普已表示要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还说如果任何人都能起诉前总统 拜登和欧巴马也逃不掉 法界专家已知认同判决 但共和党挺川派不以为然 以共和党籍众议员盖茨为首 声称召集六十名共和党议员 推动一下为川普平反的法案 要为川普扫除竞选障碍 近新闻林媒体王朱英报道 美式足球超级杯总冠军赛 台北时间下周一开打 今年广告金额再创天价 每三十秒就要价七百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二点二亿 六人型的瑞秋和罗斯再度合体 粉丝敲碗多年都没发声 但全美年度最大的体育盛事超级杯 三十秒的广告就要新台币两亿两千万 当然什么梦幻组合都会有 维多利亚穿着我爸有劳斯莱斯的上衣 搞笑讽刺自己之前在纪录片中 想装穷又被戳破的经典桥段 能让被扫自我解嘲的大概也只有 即将登场的二零二四超级杯 独生努力把三小时的比赛 变成一星期的狂欢 平均票价一度标破新台币三十万 就算坐在球场最上层的角落 也得花二十万 而且届时至少有1.1亿人同时观看 各大家喻户晓的品牌 或是即将上映的电影 都响尽噱头 要再次吸引观众的目光 品牌卯足全力 拉斯维加斯忠实体育场 也准备就绪 台湾时间二月十二号上午七点三十分 堪萨斯酋长将对战就金山四九人 观众朋友有没有被钱打过呢 有业者开发出了 创意红包袋一打开 钞票立刻弹出来 让你享受被钱打的感觉 发了真的是要发了 你没有眼花也不是在做梦 千元大钞从立体红包袋喷出来 只能说被钱打的滋味实在太美妙 让收到的人立马告诉你 什么叫见钱眼开 还有人想拿它搞怪一下 弟弟妹妹或者是子女之类的 要打他们打开 他就会弹出来然后就会吓一跳这样子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金砖造型红包拉出来是一整排白花花抽票 过年红包比金额大小更要拼创意 创意红包玩出新高度 还有人靠着红纸上的字偷偷给暗示 我挑了这个我要给我阿嬷 因为她要养我她要付钱 希望她包多少给 一万 麻酸两户摇耳朵靠红包带各怀鬼态 哦不是是传达新希望 既往新的一年美梦都成真 阿爸的血看钱赚钱辛苦 进行为我亚厅史伟辰采访报道 喜欢节目内容 欢迎加入脸书粉丝团 按赞分享龙年即将到来 进转全球祝大家 龙花富贵龙年行大运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